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 部長請 陳委員早 部長早 部長 在問這個問題之前 我想先跟你確認一件事 今天各大報紙都已經確認說 我們台鐵台北機場 全區保留列為國定古蹟 這非常確認的 但是你有了解到台鐵的態度嗎 台鐵的態度是什麼態度 台鐵當然在被這樣指定以後 他會買有點懊惱的 懊惱 你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麼嗎 他下一步說 要找律師進一步研議 將題究竟程序予以補救 那我要問 那如果台鐵提行政訴訟呢 那我們文化部怎麼因應 我想台鐵它提行政訴訟是我們尊重 那麼站在這方面我們當然會更充分的 所以就是政府打政府囉 就是政府打政府了嗎 他是對這個案子 是不是就是政府打政府了嗎 你不覺得很尷尬 你們可以有一個平台坐下來談 為什麼要尋求這樣的方式呢 結果花的錢都是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你覺得好不好笑 所以我們現在 今天台鐵告提行政訴訟 我們接招我們也一定要予以動作 然後雙方都是花我們人民納稅人的錢 然後政府打政府 我想最好的方式當然是我們 因為我們跟交通部一直有一個協商的平台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協商的平台 這個有問題啦 我們不能讓它發聲 部長我必須說不能讓它發聲 好的 不能讓它發聲 好的 好 再來我再請教一下部長 部長 你應該知道ROT跟BOT 現在是大家所矚目的焦點嘛 對不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傳譯中心 對於處理工程這個ROT的專業人員有多少 委員我可不可以請主任來跟您做一個說明 好 我們請主任簡單 謝謝 有多少 我們總共是有一個組長一個科長 還有兩個承辦人 一個組長一個科長兩個承辦員 就可以處理一個大的ROT案嗎 不是 就是其實 而且你們不只ROT案喔 你們傳譯中心現在做的工程非常的多 是 是不是 那一個組長一個科長兩個承辦人員 就有辦法去處理這麼多的工程嗎 我回答委員的是 這個剛剛提到的這些是 這個直接的承辦人 那當然整個傳譯中心的ROT BOT按照處參法是由部裡面 文化部授權讓傳譯中心來處理 是授權給你們 那是由我傳譯中心的主任 所以我現在問你的專業人是有多少 我剛剛提到的是說 直接的業務單位就是剛剛提到的人 但是整個的部分是我 整個傳譯中心主任來負責 哇你傳譯中心主任 你是學工程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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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已經問你專業人是有多少的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 你是專業嗎 沒有 你要回答我問你 你是行政的專業 不是工程的專業 所以為了這個部分我們有委託 我們有勞務委託一個專案的顧問公司 來幫我們處理這方面 所以又在委外專業顧問公司 來幫你們處理相關的BOT跟ROT的案子 就對了 好那我來請問 主任 是 請問你們在傳譯中心宜蘭園區 台灣戲曲中心部分設施 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委外經營案的ROT 其中有一個美散的股份有限公司 對不對 他們得標了嗎 是散美的 喔散美的 我們是按照這個處參法第16條 散美的 沒有你回答我 是 散美的股份有限公司 對不對 那我請問 當時候他們是由誰代表他們去出席這個評審說明會 散美的股份有限公司 是由誰去幫他們出席評審說明會 誰 我們有跟你們要資料你們都給我們審查報告 結果審查報告裡面呢 全部都是去頭去尾 那我現在問你 是誰 是誰 我們總共是 是誰 你回答我是誰 代表散美的出席評審說明會的 是誰 我要報告 是誰 我要報告 我要跟這個委員確認一下 因為我們是按照處參法第46條 等於是政策公告之前 我們是有辦這個說明會 那說明會 事實上我們辦了兩場 那這個部分就是必須要看 主任我已經跟你說 就是當天幫他出席評審說明會的 在投標此案的時候 我們是 散美的出席評審說明會的是誰 我們總共是按照公告之後 總共是有三家來投案 那三家裡面 散美的出席評審說明會是由誰代表 不是說明會 我們是審議會 審議會 審議會是他的總裁 散美的投標此案 由誰幫他們去說明 由誰幫他去說明 不是他們總裁去說明的啦 好我再問你 這整個 投標這整個過程 你們在審議的過程 請問 你們有錄音錄影嗎 有 有錄音錄影嗎 有 有錄音錄影 好那好 那個錄音錄影 那個部長你有聽到喔 我現在正式提供你一個資料 正式提供你一個資料喔 我為什麼會說 傳譯中心到底老大是誰 我們要所有的資料都不給我們 都說 資訊公開法不給 資訊公開法不給 好我現在正式 拜託部長 我們請部長 這是我們得到的一個資料 我拜託你們調查一下 因為我沒辦法調查期啦 我們要的資料不給我們喔 我們這當中 有了解到說 在扇美的投標此案的時候 是由金玉瑩律師代表扇美的出席 然後代表扇美的去說明他們的投標案 他如果他是讚美公司的議員的話 那麼他應該是 他可以嗎對不對 應該是可以的 可以嗎 好我接下去要講喔 你注意喔 金玉瑩律師這是我們調出來 他自己在外面演講的時候 他自己的經歷所寫的 其中有一個他是傳譯中心委託經營招商 委託經營招商 他在你們的資料裡面啦 應該問願主任最清楚啦 我來查一下是不是說他這個 這個標得標以後寫出來的 我來查一下 他是你們的諮詢委員啦 今天 只是完成 他後面程序進行了嗎 那個主任 還沒有 還沒有嘛 那他可以把資料寫上去嗎 我想這個我來 經過我知道的金玉瑩律師 是傳譯中心的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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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諮詢委員 他曾經在整個諮詢會議當中 都有參與過意見討論 意見討論 如果今天 他又參與傳譯中心的意見討論 然後又代表讚美的 在投標此案的時候 去代表他們發言 那是不是有求援兼裁判 如果確實有這個 我一定來查一下 如果有這樣子 是不是求援兼裁判 如果確實 他是傳譯的這個諮詢委員 但是又代表去 那麼顯然的 就在這個方面 我們要做檢討 但是在他們所給我的資料裡頭 他們所聘的這個 部長 我已經這個標題寫得這麼清楚了 傳譯中心的老大是誰 應該是文化部吧 應該是文化部吧 我告訴你 我這些資料都非常清楚 我今天只是不好意思 戳破我們傳譯中心的假面目 對這個 我要拜託我們傳譯中心 今天我們調了所有的資料 全部給我們去頭去尾 然後最後呢 給我們一張資料說 不好意思 這是政府諮詢公開法 奇怪了 這前面的諮詢會議 為什麼不能讓我們知道 有誰參與呢 有誰參與 我們才能做監督啊 所以部長 我麻煩你 請你正風是查清楚 總是傳譯中心還有老大嘛 這個事情我去把它查清楚 到底是不是諮詢委員 在很多的諮詢會議當中 他都有參加 請你查清楚 聽說他都不敢簽字啦 我來查清楚 然後 他如果在招標的過程當中 他又代表另外一家廠商 這個就是求援兼裁判 所以麻煩部長 查清楚 然後跟我做報告 好的可以 否則我們調不到資料啊 現在我覺得立法委員 所有的權責 只要我們所有的部會官員一句話 資訊不公開 因為資訊 政府資訊公開法的問題 我們都查不到資料 所以我們期待部長給我一個答案 您剛剛所提示的這件事情 我來查 麻煩一下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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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陳寗芬委員 待會在本區諮詢完以後 我們休息十分鐘 我們現在請